剛剛我們經歷了用線上編輯器 另外呢,用google 原專頁點轉成google文件的方法 各位老師覺得這樣還可以接受嗎? 可是我不太能夠接受 我有十個文件,我還是要轉十次嘛 那你們有比較快的方式嗎? 來,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我們在這邊 翻譯影片 剛剛有沒有發現我是一個資料講的 有沒有 對啊 你平常資料不是都整理好一個資料夾了嗎? 如果上傳雲端一碟的時候 欸,請問一下 上傳雲端一碟,除了 像我在這邊 你除了這樣一個一個檔案丟 可不可以整個資料夾一起丟 可以對不對 那我可不可以把這個資料夾分享出來 應該可以嗎? 那我們來試看看喔 你看喔,比如說像我分享這個 有一個延期的錄影片 我看一下 反正有人就是有分享的 好,這裡 好,這裡好了 我在這邊 那你不用從這裡 以前網路給人家是不是找到這個 傳給人家 現在不用,你來這裡 如果我是這裡的話 我們這裡有一個 剛剛有的企劃書 資金時間 好,這裡 好,我就來編輯這個頁面 有沒有,右上角這個頁 按一下 好,點到它 好,我現在點 優標在這裡 一樣找插入 一樣找插入 我放大一點好了 這樣應該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好 有沒有看到有個雲端硬碟 每期資料夾都在這裡 好 這樣更省事嘛 剩下的面子 你看 哈哈 好 OK 你看,點進來 好 那麼,你有哪個資料夾 你就直接在這邊選 事實上它上面 本來就有分那一個 你看了有沒有 對啊 那我現在選的是 就是所謂的資料夾 你就看 你要哪一個資料夾 你就把它勾起來 你去把它勾起來 這樣 這個 假設我是這個資料夾 那你就勾它 或者是這個 好,像是這個 好,我就選取 然後呢 它就問你囉 請問你 你這個資料夾 要不要有一個標題 好 要不要有一個標題 那你的寬跟高 寬跟高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 如果像我這個資料夾裡面 是我們錄影的影片 請問 你要不要用顯示檔名的 那不要 是直接預覽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選擇 隔狀顯示 隔狀顯示 隔狀顯示就是 比如說你是圖片 那就是我們講照片或影片 直接進來就好了 這樣不是更快嗎 還給你看檔名 然後點一個字 自己看 你這樣太慘了 所以我就選這個 好 主持人 有沒有進來了 那萬一如果你弄錯了 沒關係 你就點到它 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齒輪 有沒有 那當然你這個位置 你要自左自中自右 自己自中而已 好 好 那我就 全不管它按除了 請問我們剛剛裡面有進來的 這樣不是比較快嗎 對吧 所以 雲端念碟 你可以怎麼用 都隨便 所以我說那個 天章掉下來的禮物 你不是好好運用 真的很可惜啊 你可以放什麼東西在上面 那麼 協作平台就好像 你只是幫它套一個外移進去 我幫你整理好 不然 你看 我給你一個連結 這個資料假定 然後我又給另外一個資料假的超連結 你覺得這樣人性化嗎 不人性嗎 對不對 我等於告訴你一個入口 可是我利用協作平台 幫你把這些 該連到哪裡去整理好 這樣不是比較快嗎 OK 所以 這樣協作平台應該可以用嘛 我沒有教很難的喔 可是我們只把這兩個東西合在一起用 待會呢 我們大概還有剩下半個小時 我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左邊的這些選單 還有上面的這個選單 要怎麼用 好不好 因為其實 做內容部分 大概這樣就是這樣 很一樣 好 來 軟體您喔